所以老师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就算他资质 或是他当时程度没有很好 因为我常常告诉一个概念 学历史地理 都需要天分 怎么几年代怎么样 做什么事情 基地什么地点 唯独学英语 学任何其他的语言 它是一种天心 新闻光闭 帮您画新闻重点 哈喽大家好 我是Nissy 延续上一集和我们的英文教主赖世雄老师 聊到了 哇哦老师最近呢 在网络上疯传跟这个老外网红 对话的这个影片哦 那他穿着这个白色的T恤 看起来是非常家居的样子 然后被这个老外呢 以为是一个一般的阿伯 但没有想到 哇哦 呃原来这个阿伯怎么英文那么好啊 原来他是台湾有名的英文教主哦 那我也跟老师聊到了 呃这个部分老师说呢 呃叫我阿伯没有关系啊 我本来就年纪到了 那么老师就是一个大师风范 但是他非常的谦虚 而且非常的接地气哦 那么这一集呢 我们持续要来跟老师聊聊 怎么样来自创学英语的环境 那不用出国也能说得一口好英文哦 好所以老师您自创环境 看到您是非常用心 很勤在念 勤在看的 所以其实整个学习历程是很鼓舞大家 但是其实老师也曾经就说小时候是连音标 这个很挫折 对 呃小的时候呢 其实我在小学呃一到四年级的成绩都还不错 嗯哼 呃但是五六年级之后就开始变坏了 因为转学的关系 哦 这一转学呢 就是这个课程接不上去 就就就就数学就开始害怕 因为小的时候都是怕挨打嘛 可是到了这个初中的时候 更是因为家里面的要开始帮忙家事了 因为这个接着有弟弟妹妹出生 所以连我是是有五个孩子 嗯老师是老大 对 所以呢就我就开始家里面喂喂起条猪 然后就挑这个猪哨 呃他们叫slab 啊这个这个slob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造成我肩膀 那个一高一低 在那个时候就有了这个身体的伤害 但是对当时也是不管 然后接着又帮忙妈妈这个洗碗 因为为什么呢 又没有开了个饮食店啊 就小吃店这样子 啊然后呢就这样完了之后呢 就这个功课就完全不能照顾了 可是在我在初一的那一年 前半年啊 我爸爸希望是能够跟他一样 我爸爸在大陆的时候啊 功课很好 嗯 他在广西老家的时候 我我我印证过 问了当地的回乡的时候 就就问了当地的人 他说你爸爸没吹牛是第一名 所以爸爸希望我能够好 不要读这个 因为我考上了这个文昌 我中文昌主中 陶渊的一个县力的一个中学 所以考的并不是挺好 他就说希望我呢 花很多钱 听人家说 在恒英中学毕业之后 就可以呢进入福大 这是骗人的 都要参加联考 我爸爸一听到这句话 就相信了 就让我呢 到恒英中学念了半年 嗯 接着没钱了 那就是就让我回到乡下去 继续念书 成绩就继续继续烂下去 可是在恒英中学 让我大开眼界 教我们的英文老师 叫张爱元 如果记得不错 功诚张 爱情的爱 元是一个一个女人 这个是名媛 名媛的元家 这个老师呢 他发音还蛮棒 他讲 如果你们在念teacher 我就要用高跟鞋 踢你们这样 后来我们很注意 我们就念teacher teacher卷舌音 后来我到乡下去 那就是大家都烂 没是英文演讲 居然是找我去表现 这是我对负担 不是对这个恒英中学 永远忘不了的事情 如果再读下去了 如果我记得不错 如果那个高三 那个初三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人到念了初三 那叫行程中 你看我到现在还记得的 要考上了建中 高中部在考上的建中 所以很以在英文上面就是 也给老师有一些启发这样 对对 而且也让我对音乐也受了启发 因为的原来的哥哥巴巴 曾威他的创作人 叫白景三 白景三没有想到 他是一个 原来是这首歌的作曲者 这样子 后来我就以他为荣 说将来我就学音乐 这样吧 所以其实老师在英文跟音乐 是从那个时候 就很早就已经有启发了 所以一直到现在 就那个兴趣 然后现在变成您的志业 是对没有错 对老师您还曾经被人家看不起吗 当然 因为随着这个时间推移 初中是乱七八糟 叫学渣嘛 到了这个高中的时候 也是学渣这样子 高中的时候 我爸爸是请人保奖进去的 是很好的学校 叫复旦中学 可是也是因为这个 必须要这个同学 必须要什么 这个要帮回到家里面 这个帮忙的事情 所以就没有好好读书 那么可是在初中的时候 我从宜兰那个地方 转来了一副 这个军医的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有一对姐妹 我对那个妹妹 莫名其妙的 这个产生好感这样子 那就叫做所谓的 单恋 这个单恋就是 I had a crash on her crash 这有某种热情 热烈 对对 热爱 就是热爱 就是偷偷的爱 但是不敢表白的这样子 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 这样一个情形 她也不知道我喜欢她 但是呢 就后来 大家就 提到赖家的老大 你们以后不读书 就要像赖家的老大一样 所以我就是 以前就当模范生了嘛 就是只要不读书的下场 就是洗碗啦 养猪啦这样子 就被当作是学渣的模范 对对对对 所以也是曾经当过模范生 过来就是高中的时候 我就考不上大学 这前一定考不上大学 英文也只考了七分嘛 所以这样子下来 就自动的就到了 我五月份 七月份是联考 五月份是军校的考试 其实我已经 早已经偷偷报名了 报考军校 那我爸爸最讨厌我的读军校 但是我知道 我到军校去 我会很愉快 因为我不会受到爸妈的管理 结果我就考上了 考上了之后呢 就到了军校 在军校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 要好好练书 但是贵人来了 就是我们班上的曹靖熙 这边我要感谢 在高中的时候呢 我也有另外一个师傅 叫王熙平 他是复旦中学的 都忘不了帮过我的人 王熙平他很好心 他知道我英文不行 所以没事的时候 他就住到隔壁 没事他就那个铅笔掉了地下 他故意弄地下 然后就弯腰这个剪 剪这个铅笔的时候 我就看到答案了 这样子 原来老师还有这个方法 对 后来我们同学见面的时候 王熙平我都非常感激 感激他这样子 负担的那些好朋友 这样 那么 曹靖熙 他是因为 从五岁就开始 他就 爸爸就让他 跟外国小朋友 这样子 美军倦术的关系 一起混得长大 所以他成绩 就非常好 影响了我一辈子 就是您 看到了他 这样子 所以您也觉得 有激励到您自己 这样子 您从创办了英语杂志 创办了英语事业之后 其实您在工作的 任何的锁碎时间 您都还利用时间 一直在学英文 对 这个永远是不能停顿 因为英文 随着时代的进步 他也是会 年轻人的因素 会加进去 比如说我们讲的时候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elp 非常谢谢你帮忙 我们通常讲 只会讲 You're welcome 可是我们 我们会 说不定讲 You rock 如果您能讲出这个东西 R O C K 年轻人听得懂 就是表示 你真好 你真是一个大善人 这样子 这后来流行的 后来流行的 这些东西 这样子 所以 你一定要做 情操笔记 我想都没想到 它会成大器 比如说这句话 我们就讲 真的 比如说 你不能讲 I thought No thought 那是 Chinese English 对不对 Little did I know 或是 Little did I expect 我想都没想到 Little放前面 要倒装的用法 或者要倒过来讲 Did I 就是想都没想到 这个 就是想到 Did I Little did I know 或是 Little did I guess 想都没想到 That he will be somebody today 今天他居然会成为 一个大器的人物 所以这个倒装去 Letter 也是后来 对 流行的这样 对 当然并不是 最近才会流行 有的是最近 以前一直到现在 还在流行这样实用 这样子 与时俱进也很重要 语言这个东西 所以你要不时的 我通常我的做 做什么东西呢 我就会做Podcast 我很喜欢听他们的Podcast 在语言方面的 那些都是很愿意奉献的 这些外国人 住在澳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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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澳门 我讲那个 Soul 叫做汉城的这些 也就是 索尔的那些 那些美国人吧 或者是加拿大人 他们就不但地讲 你学什么情况 你会讲一些英文 讲不出来的 应该是怎么说的 这样子 这些都是 很实用的东西 这样 So I never regard myself as a teacher 我从来没有把 我自己想成 一个 这个老师 Rather I regard myself as a student Always 始终把自己当学生 因为这人生 才有乐趣 这样子 才有新的东西 这样下来 你说是不是 对 我觉得也是老师 放得下身段 因为通常一个 企业大老板 或者是你做到了 某一个定位的 这个领袖 领袖级人物 要像老师 这么接地气 就是 跟我说的跨世代 是真的 就是说 跟各个不同年龄层 而且能够求新求变 接受很多的新思维 老师刚讲到了 Podcast 我们讲到了 YouTuber 这些网路 所以我就觉得 老师 您的这个教育事业 做到现在 历久不衰 尤其现在 数位浪潮 这么多 不只是杂志了 英语杂志很多 现在刚讲到的YT 刚讲到的各个社群媒体 大家都在教英文 但我就想 为什么 我还是很喜欢听 长春藤 我发现就是跟 长春藤也是与时俱进 没错 有关系 对 因为我们基本上 我们所有的老师 几乎都是台湾大学 这样的 这个 培养的高材生 然后呢 也是我的好朋友 像Bruce Bagnon 还有包括 Karen Chung 她实际上是中 Karen Chung 她是家里 她是冠夫姓 其实她是一个美国人 这样子 然后呢 她们也是一直不断地在进修 自己是美国人 高材生 然后自己又是美国人 又是教授 但是不断地在进修 当然她就是看得多 因为始终都要这样 尤其 这个Karen Chung 她做过TED的演讲 她自己也是在英文教学方面 不断地所研究 很让你钦佩的 尤其我刚才听到 这个幕后的Mega 我也很惊讶 如果长期有在观察 长春藤英语杂志的话 会发现到说 他们选的这个议题 选的这个题材 你会发现是 你都会好奇 你都会想要去看 比方说 之前我们讲到禅世代 讲到Z世代 我们讲到现在的ChatGPT 我们讲到 这个串流的这个Netflix 都是很流行 然后也是一个趋势 那我就发现 长春藤都有这方面的 流行的话题 或者是国际时事趋势 甚至还有跨文化的东西 但是你们在开一两次会议 就决定了一本杂志的内容了吗 我们是这样子 是提前 比如说你这个月要看到的杂志 是提前三个月前 我们就已经前置作业 这样子开始想做 然后呢 就马上会把 因为我们也要求 我们的编辑们 必须也要上网 多看一下一些 一些新闻报道 像包括CNN的 这个现场报道 或者是 就是 International Herry Tribune Herry Tribune 或者是 Washington Post 这些我们都要求他们 你要看 包括Time Newsweek 这些电视版本 等等 你们有没有过会议这样子 大家会因为 看法不同 打架 我是说言语上的 意见上的打架 就是说 有的觉得说 你这个要讲 Chat GPT 主题是这个 我觉得我要讲 AI 或者是 我觉得 我现在要讲的是 中美贸易 有没有过类似 大家提及 哦 definitely this happens all the time because when we put our minds together of course you have your own opinion on one issue 那么通常 别人也有别的人东西 但是这个brainstorm 我们叫做brainstorm 实在是一个好东西 因为 大家 这个 最后呢 大家一直用投票表 表结表 所以我们那边 蛮民主的 这样子 不会说 因为您是老板 我只能听你的 没这个事情 我现在说坦白话 我已经 已经不再管这事情 因为 他们 培养他们 二十多年了 三十年了 有的 一个叫 文灵吧 他当年 还是小姐 现在还是小姐 对不对 年轻 这样子 那 他 他年礼拜六 礼拜天 他都 以上班为乐 他是这样的 这么热爱 他很喜欢英文 所以我觉得 跟我在一起 他就这么感染力 我们常常有一个特征 就在这里 这样子 很喜欢 这样子 有热情 所以我们选出来的东西 就是 还是不好意思 这样 连考试 都跟我们选的主题 都蛮像的 这样子 因为我们这个 现在就推的 这个双语政策 他就是 就是 希望就是说 不要只是在考试方面 这样子 对 很遗憾的 台湾的这个 这个学生 第一要务 还是要考试 要考得好 可是在 双语政策 我们就这个 碰了一个问题 政府的利益 这个利益很棒 希望能够 成为一个国际上的巨人 对 就像新加坡一样 新加坡 他们做的时候 他并没有说 你是教童筋歌的 你是教什么东西 全部都要用英文改啊 一下子 骤然改 这种实力 新加坡会讲英文 不是在于 双语政策的问题 而是先定定 这个 这个大原则 接下来是 因为他们本身 有个有利的地方 有印度人 有马来亚 有华人 所以他们彼此 在这沟通的时候 只好讲英文 然后 印度人的英文 是不错的 只不过口音 非常奇怪 马来亚的人 马来西亚人 也是不错的 口音上有问题 那华人开始就吸收 然后再一融合 就变成了这样子 You still omit sat sin dals 融合各种 还有马来 听起来是有马来西亚味 对 马来西亚味 可是 就是这种英文 就够了 因为为什么 他们不怕羞 不怕丑 创造英文 他们在讲英文的时候 他们没有心过 脑筋说 要主持后头 要不要用一个 不完全集乎动词 要不要用主持 主持不语 我们是这样 做学义 我们是一定要 很标准 才敢讲出去 才敢讲出来 所以你看 我刚刚已经举了例子 老外在讲英文的时候 都是错啊 错了一大部分 对吧 可是我们听起来很流利啊 这样子 只不过是 他们在日常用语 这些单词 只有五百个单词而已 我们是记了一大堆单词 对对 我们还有那种几千次单词 对对对对 其实 真的你要把那个单词 稍微 要能够活用 我举给他讲吧 这个叫做 手 对不对 如果这个手 你只记得 这个手 这是我的左手 这是我的右手 这是什么意思 I've got to hand it to you hand it to you 就像你举个例子 hand something to me 另外呢 还有一个 hand 也可以讲 I'll give you a big hand 你太了不起了 我给你鼓掌 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懂得 那个字词 在里面的这些运用法 马来西亚人 一个 因为不是马来西亚人 她是新加坡人 她是马来西亚的 这个级的 她的太太 是我们美术系的 这样子 十大美术系的 我在那边学 学话 学亚克力话 然后呢 她就问我说 Peter 我非常好奇 I'm very curious Why you people here in Taiwan Can not speak English It's very easy 这样子 人家就是脑筋 怎么想 她就马上出来的话了 我们有时候 刻意地说 要讲得很标准 对 It's not the case at all You don't have to speak very good very beautiful English What counts is you should b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我们重要的是 你要懂得跟人家沟通 跟人家沟通的时候 就自己要跟自己讲英文 要多做练习 我们这太少了 这样子 老师 可是放下偶包 真的很难 对 很难 对 这个偶包的这个形象 然后这样的束缚 是从我们上一代 或上上一代 很早就开始 就这样子 好像你一定要 讲得很标准 你才敢说出口 你说出去 文法不对 或是你的发音不对 你就觉得 好丢脸 那完全没有 像我 如果能这样讲英文的时候 其实我的外国朋友 通常就不太敢跟我讲话 这样子 可以看到 我们的编辑 大概都不太敢跟我讲话 但是我们的外国编辑呢 却喜欢跟我们自己的编辑讲话 因为他并不是 我在公司里头 我是 大家看到我都随便 都可以开玩笑的 这样子 但是为什么 外国人他 他不太敢讲 因为我讲得很接近 他们的口径 他就觉得 他反正觉得不好玩吗 不是 他觉得 讲话都每个字 都很小心 这样子 好笑 尤其我是教对他们 都 完了说 我是宗教的 教圣 教对他们的东西 所以他们 更怕 但是呢 我跟他 就是他们在之间 跟同仁讲话的时候 你越讲不好 他越高兴 他认为 他会觉得 没有一种隔阂 所以我们 我在这边 在这个节目里头 我就要奉献 所有的这些 听众朋友们 你们讲不好 是应当的 你们讲的好 是需要苦练的 你们讲不好的 这个时候 是最容易 交接外国人朋友 然后讲不好 终究到一直讲不好 讲久的时候 你一定有 你的流利度 哪怕是英文 可能是 有些错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讲不好 已经达到了 沟通的 这些 这个目标 就是 我们的 双语政策的目标 是在这个地方 OK 而不是说 要自证强言 觉得 非常 没有问题 那是等到 你英文 已经到达 这样的地步的时候 你会自学的时候 你会开始 注重文法了 哥伦比亚 叫 Colombia 这是国家的名字 不是 纽约的 Colombia 叫 Colombia 那么有一个歌手 我忘了他的名字 他 他唱 拉丁歌曲 唱的是 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他认为 只唱拉丁歌曲 只有在 所谓的 这些国家里面 那么会出头 他要在世界出头 他说 我要学文法 他跟一般人不一样 他从文法下来 但是他为什么 要学文法 因为他要写歌词 英文歌词 结果没有想到 他学文法 同时在学这个 标准的口音 这样下来 他两个都会 平常是你要靠你自己 来这样练习 你要想一口标准的英语 可以做到的 网络的 你听听Lara 以及听听外国 那个俄国人 他们没有出国 却能够讲出 那么样的地道的 非常的棒的 这种英文 可以做得到的 像我也是一样的 我到后来 就工会到美国去念书 也没几年 这样子 两年之后 因为太太身体不太好 我就回来了 但是 这段期间 那么只是印证 我以前就 就会讲英文 所以到这个美国去念书的时候 是无缝接轨 这样子 不是在于说 你要经过留学 你才英文很好 我们最近可以看得到 这位我们叫AI大师 叫黄先生 这样子 你看他在台大演讲的时候 我很注意听 自证强远 绝对是讲的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他去的时候 他只有九岁左右 英文是不懂 但是妈妈呢 就是也不太懂 妈妈就教儿子这样子 但教出来的英文 一定也是不太懂 就是 但是 他有环境熏陶 所以再加上 他后来取的是一个 他只是一个美国人 那么这位 这个熏陶之后 他现在 他自己本身的英文 就等于美国人一样的 然后他的儿子 现在比较要好好的 要注重他的中文 因为中文讲不太好 那些正在学习之中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有环境 对于我 但是我 相对对我来讲 我是没有环境的这个人 没有这个讲英语的环境 那是我自创这个环境 到头来 也可以达到某种程度这样子 所以 我这样一路听下来 我觉得老师的意思是说 其实要学好英文 其实靠自己 自己很重要这样 对 所以老师我这边 可以回馈一下 就说 我其实看到您在 这个YouTuber 大家在盛传的这个影片 其实是从美国传过来的 对 因为在美国 有一个叫做 台美亲子共读故事馆 他们是 成立在一个社团的女生 她是大概十几二十年前 家里呢 就是大家搬家到美国去 然后呢 她就发现到说 哇 在当地的这些 华人的小孩子 他们在长期 接受了美国文化之后呢 他们过年过节 回到台湾来 或者回到了 华人的社会中 他们没有办法适应 华人的文化 或甚至是传统文化 对 所以 我是从他们那边 传过来的 那因为其实他们也在做 这个 所谓的跨文化 然后所谓的文化的融合 多元的融合的认识 这样 对那刚好 因为老师的 办的这个教育事业 其实也在讲跨文化 然后在讲到多元 好 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回馈一下 老师 你知道他们呢 开始有 很多的这种 大家在讨论 就是聊起了这个影片 然后呢 怀念起 以前看您的杂志 有人就说到了 老师呢 在 这个影片当中 其实 您要 表现的不是 成果 您的这个英文的成果 您的成就 其实展现的是 自我学习的 这个动力 还有在人生中呢 要怎么样敦促自己 带领自己 前进 这样 对 因为我觉得 您刚刚主持人讲的是 非常棒 Nassey 讲的 这个其实 我们要把东西 要学得好 不光是学英语 或者是学绘画 你必须要有一个 a very strong driving spirit 这个driving 就是开车的意思 spirit就是精神 就是你自己的 自发力要够 you should have a strong a very strong driving spirit you should be full of drive drive也可以当名词 你必须充满着干净 这种自我 这种所谓 鞭策的这种力量 他不需要用爸爸呢 这个教会 不需要这个老师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处罚 他自己喜欢这样做 去坚持他一辈子 就像我到现在为止 我从来没把自己 当作是英文老师 我就洗 我觉得时候 我听英文 我就觉得我很舒服 所以让我都退而不休 我现在我算是 semi 这个也可以念是 semi semi retired 半退休的状态了 但是我那个半退休 就是半天来的公司 也不做公司 也不做公司的事情 就在公司里面 就做我自己喜欢的 这些东西 那就是听英文环境 我想 今天你打开门的时候 我都 我一直都在听 这样子 但我也自己 跟自己讲英文 对 老师自言自语的这个技巧 也很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 你有两个东西 你可以随时 没有带书的时候 你可以讲 第一个叫做描述法 第二个叫做翻译法 描述法就是你把现况 你在描述 哇 I feel very happy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do the broadcasting here in this studio This studio is very small but everything you see is of high quality 你头的东西 看着都是很精致的 是高级的这样子 而且呢 它这个精英的效果 非常棒 你就用自己的英文 把它讲一下来 这个是叫描述法 所谓的是翻译法呢 就是比如说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 就是我们主持人 特别这样提到 就是说 有很多小朋友呢 他们就到美国去了 就是在那边 已经生根了 但他们还是会想到 当年求学的时候呢 就是听长州的杂志 比如说这个 你听了这句话 你把它翻成英文 试试看嘛 就可以这样说 Many of us Long time ago Many of us used to listen to Ivy League English Analytical English This program benefited me 或是 benefited us A lot 你先练习慢慢 一个一个一个 这样这样 然后呢 开始 多讲几遍之后呢 就可以这样说了 这样的 I want to tell you someth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feel very happy to have this chance to hear Mr. Lai again We The other day As we tune into The program We were surprised to find That Mr. Lai Is still as young As years ago His voice is still Magnetic 比如说这样 就是把那些话 用自己用英文 讲 这样子 自言自语的方式 就乱说 翻译法跟描述法 对 很棒 老师 我还想再回馈一下 因为我看到 太多人留言给您 然后太多的社群跟社团 大家在讨论这件事 其中有一个留言 我因为非常的感动 是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 您作育英才的风范 他说呢 二十年前 他在英文补习班 遇见了您 记得当时课堂上 您抽到他的英文功课 然后给学生们 当写作批改的范例 然后您说呢 这位同学 英文写作底子不太好 但是他还有救 至少他勇敢的写完了 所以想学好英文 是不要怕丢脸 想学习随时来得及 那么当时您的语言 给了他莫大的鼓舞 九年前 他顺利在美国 取得了硕士学位 哇太棒了 真的好高兴 这样子 That's inspiring 非常令人 这个有启发性 这样子 所以老师不放弃 任何一个学生 就算他资质 或是他当时程度 没有很好 因为我常常告诉 一个概念 学历史地理 都需要天分 怎么计年代 怎么样 做什么事情 计地什么地点 唯独学英语 学任何其他的语言 它是一种天性 那我们 这个环境影响 是我们慢慢慢慢 从压压学以下的讲 中文是没有问题 但同样的 他们那些 在英文的环境里的 那些小朋友 讲成英文 反而不会中文 也是那个环境问题 可是假如 你了解这一点 你知道学语言 他是用 老外他不用 Where did you learn English 或是 Where did you you know pick up your English 他可以用两个 但用pick up 是用得非常棒 你的英语 是在哪 学到的 因为英语 它是在破片的时间 可以学到一个单词 以及还有单词的意义 搭配的这种词类 所以 它可以用零星的时间 叫累积 只要你有兴趣 不放弃 英文将来一定会流离的 谢谢老师 谢谢 老师最后有没有什么 就是想要送祝福的给大家 因为这次您的这个 真的引起了国内外 大家在议论的热潮 是 那我就就两个 两个呢 一个是 你刚刚讲的 第二个是 我一直跟学生所讲的 那么 这两个言语 非常简单 作为勉励 我所讲的 每次我在教书的时候 叫live and learn live 就是L-I-V-E 活 and learn 以及学习 它其实它是 等于我们中文讲 活到了 学到了 我现在正在 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第二个 也就是Nancy刚刚特别提到的 use it or lose it 这个也是一个言语 你要不就好好用它 要不 你就会失去它 所以语言是 不断的这样的练习 其实学任何东西 你拉小提琴 那个 刚开始念的 像鸡在叫 叫 熟练的时候 那是非常好听 可是你放了几年之后 你在没有拉的时候 那就声音就是 又开始 又对话了 所以这两句话 我给大家 作为一个勉励 太棒了 谢谢老师 活到老 学到老 还有呢 你要尝使用 你才不会失去它 这样子 那我想 尤其在后疫情时代 我们刚才讲到多元化 讲到跨文化 跟跨世代 现在的这个 国际企业啦 就是 其实他们也都很需要 是能够双语的人才 甚至我们常听到说 有一些这个国际企业 它的这个 柜台 光是柜台 这个电话服务的 它都要求你要有英文 终极音简以上 要学好英文 就要像刚老师讲的 其实还是要靠自己啦 对 这个还是最重要的 是的 谢谢老师 谢谢 很高兴 祝我们所有的听众们 那么健康快乐 而且永远喜欢学英文 谢谢老师 感谢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